各位观的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 有接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在油管上录制一些跨电商独立站的内容 在这一年的时间呢,我的粉丝增长了几百个 就是现在是1478,2022年之前呢,其实是才几百个粉丝 一些人加我微信,私了一些独立站的事情 虽然在这一年的时间我没有做独立站 但是我还是在这个市场的边缘徘徊 也在由于自己是否要再进行独立站进跨电商 所以呢,现在录制一些视频来告诉大家 这一年,2022年我做了什么 那接下来呢,我就把我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当然我的这个经历呢,只是我个人的经历 不具有可复制性啊 就是大家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先说一下,2022年啊 这一年我做了什么,每天都在干什么事情 那2022年呢,前三月份之前 就是2021年的12月份到三月份 这个四个月的时间呢,我都在卖显卡 做油管频道,就是我其实在前面的一期视频说过 我油管频道就是选择了显卡这个领域 就是短短的一两周时间就增了大概四百多个粉 这个频道其实现在不再做了 但是呢,粉丝有1700多个,比我这个频道粉丝还要多 现在显卡不卖了,为什么不卖了,是因为我当时是以淘宝的形式来出售显卡 出售完显卡之后,就发现一个问题 客户可以退款,但是显卡呢,你作为从厂家拿显卡的一个商家 你不可能再退回厂家,所以客户他退款到我这里 那这个显卡,我只能放在我这里当库存 我当然可以再卖出去,但是呢,显卡它的价格变动非常大 就是说我今天是这个价格,我第二天可能就降五十块钱 或者降一百块钱,所以第二天我就可能亏个就是四五万这样子 因为我的客户群体都是挖矿的 这一挖矿的客户群体,他买卡呢,都是以最低两块 然后普遍都是八块,十六块,三十二块这样子 所以呢,后面就是有一个客户 退了八张2006 Super的显卡给我 然后我就把这个显卡库存放到家里 这个库存现在也在家里呢 导致我亏了大概一块卡,亏了一千五 当时卖出去是三千,我进货价格大概就是两千九百多 就是一块卡只赚二十块钱 前两个月也有赚钱,就是一个月大概赚一两万 所以整体就是算下来,不亏不赚,就是白忙活一场 在三月份之后呢,我就开始去做全职交易了 就是期货的 其实关于期货这一块 我在以前的视频都少少有提到过 特别是2021年的视频 因为我2021年的上半年通过期货赚了十几万嘛 2021年的下半年通过期货赔了二多万 所以2021年是我做期货的转折年 我做期货呢,是从2015年开始的 2021年就是发生了这么样的一个巨大的波动转折 我就觉得2022年有戏是不是可以全职做期货 特别是当我从2021年的12月份之后 一直盈利到2022年的3月份 我就下令九云做全职期货了 当时呢,手里没多少钱 充其量不到15万嘛 就是从几万块钱做到15万这样子 2022年4月份之后就开始全职期货 接近有一年的时间又赚了70万 我会贴图给大家看数据 大家可能看不懂 不过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那个红色的就是赚钱就可以了 三个账号加起来总共70万 所以2022年呢还是赚的还不错 就是毕业以来赚的最多的一年 我想通过跨年商通过独立战 可能都赚不到这么多 毕竟我从始始终都是给别人打工的 但是呢,2022年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无聊 因为做期货它是一件非常孤独寂寞无聊的事情 所以在2022年呢 我在B站也发布了大概有接近40条的视频 也算是发泄我的一些情绪的渠道 为什么没有在油管发布呢 是因为我的油管是以独立战为主的 B站是以期货为主的 关于为什么不做独立站呢 第一点就是我的资金可能是一个问题 第二我的资源是一个问题 其实独立站它挺黑的 就是你如果做的一些产品不太好啊 比如访牌啊 你的PayPal可能会直接挂掉 你的广告账户可能会直接疯掉 你根本没有途径去推广去卖货 所以呢 我就把独立站放弃了 虽然我放弃了 但是呢 我也会偶尔的去关注一下 独立站最近在卖什么 哪个渠道比较火 比如说在2022年 大家提到最多的TikTok直播呀 TikTok广告啊 虽然说离开了这个领域 但但又没有完全离开 2022年算是浑浑噩噩的过去了 在这一年呢 除了期货方面有点有意义的一些成长之外 其他各方面感觉自己能力都在退化 因为期货是一个属于等待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赚钱很容易 就是因为这些容易让你没有付出 你自己真正的一些努力 就导致你各方面能力有所下降 我觉得自己现在做其他事情都提不起劲 要不然就觉得这个事情太复杂了 我不想做 而且赚钱又少 所以呢 期货真的是一个去能力化的一个行业 因为你特别是那种 像我这种就是 就是比较简单轻松的赚到这么一笔钱之后 你就觉得自己能力退化很多 所以2023年呢 我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新的发展 除了在期货上面 我希望自己还有一些事业上面的发展 比如说实业啊 比如说自媒体频道啊 都有一些增长吧 我其实做很多事情都喜欢半途而废 特别是做频道 我其实开B站频道就2021年开始了 然后我的油管频道也开了很久 但是呢都没做起来 目前都是一千多的粉丝 两千多的粉丝 都不大 所以在自媒体频道 我希望有一个粉丝的突破了 希望自己能够全往加起来 在2023年有个2万的粉丝 关于油管我这个频道 我其实还没想想做什么 但是还是以我个人为主 可能我想去开发一些 就是比如说赚钱的视频啊 就是说教你怎么赚钱 或者说是我自己去赚钱 怎么赚到的这笔钱 当然不是以期货为主啊 因为说实话 期货这个门槛还是有点高的啊 就是一般人还是不要做的 它其实是对你心理的一种挑衅 是对人性的一种挑战 你做了之后 你就感觉自己跨入了一个深渊 然后呢 我想去做一些实业方面的 除了自媒体 再有就是去做实业 比如说去代理户外电源一个品牌 我最近也在接洽 电小二这个品牌 去了解他们的一些代理商的一些政策 看自己能不能去代理 如果自己就是2023年的新年来了之后 我去代理了电小二这个电商品牌的话 这个品牌的话 就是去做一些线下推广的话 我会在油管上录制这样一系列视频 就是去告诉大家 我是怎么把这个品牌 通过这个品牌来赚钱的 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啊 我只有这么一个想法 可能最后也不会实施 毕竟线下推广说实话 就是户外电源这一块 我是完全小白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对我来说 做起来的话 有挑战性的 这是我这方面的一个规划 2023年呢 不祈求自己能赚多少钱 能够自给自足就行了 就是能够每个月赚个几天 赚个一万 就是自给自足 2023年呢 也希望自己身体健康 当然也希望我的粉丝朋友们 也身体健康 多多锻炼自己身体 其实说实话 2022年的时候 有段时间我挺抑郁的 为什么抑郁呢 就是我经常在家 自己全职交易 更没人说话的 平时就对着我家猫说 我家猫在后面 看了呀 咪咪咪咪 在后面 铁毛呢 跟我关系非常好 哎呀哎呀 就 那时候我身边也没有朋友 来去 经常聚会啊 聊天啊 当然也不运动 而且自己胃也出了毛病 就因为自己不按时吃饭 说实话 就是你全职交易在家的话 真的你的作息是非常差的 我那个时候一两点睡觉 晚上白脸呢 八点多醒来 就因为我老公他上班嘛 他大概就是八点多 他走的时候我就醒了 而且九点钟要看盘 那个时候就八点多的时候醒 九点多 九点多钟看盘之后呢 其实我不会去活动的话 就在床上一躺 所以我的生活作为习惯 是非常差的 运动量也很差 导致我出现了胃病 出现胃病一段时间之后 就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都没有好 那段时间真的非常抑郁 心情很差 很荡 就是心情很低落 就是你没有办法 调动你的情绪 让你去开心 那个时候 虽然也赚到了钱 但是你赚到钱 你当时又在想 我又不消费 我赚这么多钱干嘛 而且我自己有房 我也将来用不到这么多钱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当时就当时就很佛系 除了佛系之后 你就觉得自己处于一个跟社会脱节的人 跟社会脱节之后 然后你就很自闭 就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后来怎么改善呢 就是我先开始慢慢的去散步 散步之后就去报个瑜伽班 报瑜伽班最后跟瑜伽老师聊天啊 也就是最近两个月的事情 我发现自己心情开朗了很多 然后也愿意来跟大家 就是录制视频 跟大家说说话了 其实有段时间 确实说实话 就是闷闷自闭的时间 真的不好受 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如果你压力大的话 一定要走出去 一定要去跟别人交流沟通 一定要去积极的去面对它 就是不管你 你先去走出去 先走到外面 不要在家里待着就行了 然后我觉得现在呢 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所以在积极的规划 2023年的生活 而且2022年听到最多的事情 就是躺平 其实说实话 我真的不认同躺平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真正躺平 你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你的人生又有什么价值呢 就是你如果真的是为了躺平 你过就是老太太老老爷爷的生活 那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你的时光 你的光阴都在荒废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不要躺平 还是要积极的乐观的去工作 这样的话 自己虽然忙忙碌碌的 跟狗一样 但是你不会胡思乱想的 你不会想到去说自己自杀的 我说出来可能大家觉得很好笑 但是这真的是我心里的想法 因为我确实是自闭过一段时间 关于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再见